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帮遭江西干州国安拘禁已有第30天 本台热点互动直播节目昨天邀请了钟鼎帮的女儿钟爱 现场讲述30天来的心路历程 并连线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 谈中共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原因和做法 现场嘉宾知名民主人士唐柏乔则强调钟鼎帮无罪 并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他说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应该拿出魄力 向中共要求让钟鼎帮无罪归来 挺身的出勇敢面对这样 然后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父亲救出来 钟鼎帮女儿钟爱来到美国寻求国际奥元 抢救被中共国安绑架的父亲钟鼎帮 接受扣奥的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说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骚扰绑架台湾公民 是因为惧怕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力量 惧怕国际社会看到两岸对法轮功处理态度的对比 这个对比说明了是中共本身有问题和中共不好 帮助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这个力度从2004年左平共产党发表以来 到现在为止 几十万的台湾法轮功学员 在这个事情上面所花的反迫害的 而且帮助中国人反迫害的 这个力度是很大的 当然也就是中共非常惧怕 现场来宾六四学运领袖知名民主人士唐柏桥 一开始就强调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无错 海外观众也附和 如果中国人都不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中国现在是免会在什么局面 那些人仍有中共宰割 所以这些人他不是违法 他是勇士 他违了中共的法 那个法是恶法 对不起 所以说我认为 在目前这个状况下 我们不用绕进去 调到那个中共那个所谓的说法里面去 没有人带着同意弃材去英国 去法国 去美国 去日本 去台湾 那就说明你这国家 你自己剥夺老百姓的这个宪法的权益 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所以你才干这种缺德事 是不是 如果这个大家都 台湾民和中国大陆的海外僑民 都能天天往中国带这个弃材 那不就中国就是 这个封锁信息就没有了 现在害得我们大家 国内的亲手都得要翻墙 除此 海外观众还希望台湾政府硬起来 向中共要回法轮功学员钟鼎帮 自己的子民被中共迫害了 作为一国的总统 马英九 现在还没有向中共说不 那他就是有问题 到台北盖上去游行 去向马英九施压 影响全世界的电视 影响香港的电视 香港的人也会起来 而钟爱说 他现在每天都会写信给爸爸 隔空跟爸爸说话 后来主持人请钟爱 现场再念一次给父亲的信 不管就是碰到什么困难 彼此都是那一座桥 然后就是我想跟爸说 就是 现在我们都碰到恶水 那就是你不要怕 然后我也不会怕 我一定会就是照好乔 把你接回家 银唐仁雅 这件事 台湾台报道